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双修啊,有着双身法、欢喜佛法等多种称谓 是藏传佛教密宗里的修行方法之一 不过这种方法呢,要男女交合 故颇多神秘,也时常与丑闻相伴 双修的女性呢,被称为明妃 明妃又分成实体明妃、观想明妃、皱生明妃 以及空行母等 在这四种明妃中,皱生明妃有点超自然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明妃一词啊,于藏密中,多指异性修行伴侣 或者观想出来的女菩萨 明妃啊,也是要进行筛选的 最大不能超过二十岁 密宗里说,三十岁以上的女人是厉鬼 万不能做明妃 而在明妃的选择上呢,会着重选择不同性格的女孩 不同外观的女孩,来体会不同的女人在交合时的差异 这是有备于大乘佛法基本教理的 众生命应欲游 若无淫欲,即不来此想中传命 就不会轮转生死六道了 密宗当中的行者与异性的女弟子合体 同修双身法 泛滥之极啊 打着佛法修行的口号行污秽邪淫之时 其中不乏于母、姐妹、女儿作为修行的对象 甚至于女师女鬼易用之 在这种打着宗教的旗号之下 无数的年轻少女被洗脑 与宗教之人行着苟且之事 其中呢,大多选择长相漂亮 年轻貌美的女孩 明妃呢,大多是一对一 也有不少是一对多了 师徒先后与明妃同修行 有时是母女同修 名义上叫轮坐 实质上呢,是乱轮杂交了 宗教打着男女双修会更快地达到成佛的修行 借此蹂躏年轻少不更事的女孩 对于一个很年轻又没有性经验的女童来说 要去面对一个强壮的喇嘛 又善于双修持久不懈的喇嘛而言 这女童大概只要和喇嘛经历一次 就差不多半条命去矣 如果是每天常识期的双修 又还要被其他喇嘛强行发生关系 那必然不久会死于非命 棱严经讲道 肝脑枯竭就是这个道理了 至于女童因为没有性经验 必定无法承受长时间的交合 大都是受伤流血不止而亡了 但对于喇嘛追求极身成佛而言 牺牲明妃的生命是必要的 这在许多有名的喇嘛来说 她们闭关的地方 往往后山会有一块坟地 专门埋葬这些明妃的尸体 无论这个明妃女人的身体多健康吧 但只要被懂得采阴补养的喇嘛双修过 没多久啊就会耗尽元气 不是病死就是暴毙而亡 有些呢甚至一个晚上就会承受不住而亡了 记得以前大陆啊 有一位师兄在学正法以前 曾经在密宗道场学密法 在陈建明的道场里修行 他曾参观过陈建明上师的闭关处 后山呢就有一块地专门埋葬被骗来当明妃的女性徒 大约一段时间就会埋掉一个明妃 当然了也不会有人去通知他们的父母亲来人收尸 所以他们的尸骨就永远埋在这个荒山野岭上的一座孤坟 没有石碑或是刻上一段感人的墓志明来纪念他们的牺牲 尤其是远离繁华的都市 在穷乡僻壤的荒山野岭上 死一个人啊就像是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不会引人注意 尤其是在早年达赖十四世红制的时代 西藏发生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 只要农奴还不起高利贷就要拿农奴的女儿抵债 最后呢这女儿送去喇嘛庙里下落不明 也没人知道她的下场如何 我们在参观藏密佛寺或是欣赏唐卡艺术时 往往能够见到一些有备于传统汉传佛教的神佛形象 他们或是身着人头饰品 或是手持人头器皿 又或是身披人皮 这些往往是藏密神佛喜欢的祭品 或是重要的法器 而今天呢我们所要介绍的 却不是雕塑或艺术品上的人皮 人骨法器 而是真正存在的 由人皮人骨所打造的藏密法器 它继承的不仅有本教和印度教的沙生祭祀 还有性力派的部分修炼法门 是佛教 印度教和西藏本教的结合产物 相比我们熟知的汉传佛教 西藏密宗 无论是供奉的神佛形象 还是修炼法门都有着很大的区别 藏密所供奉的不仅有佛教的神佛 还包括有印度教西藏本教的部分神佛 在藏密的神佛体系中呢 只要被佛法度化 其他宗教的神佛甚至魔怪 也可以加入其中 而这些被佛法度化的异教 却并没有完全剔除他们的部分恶的本性 藏密喇嘛在祭祀召唤这些神佛时 就需要付出一些满足他们喜好的祭品 譬如人的血肉 在藏密的认知中啊 头顶是最清净纯洁的地方 所以这些神佛往往喜欢 由人头骨盛装人脑作为祭品 除了祭品 人脾 人骨 再藏密 也被用于制作法器 嘎巴拉就是藏密比较有名的人骨法器了 嘎巴拉一词呢 源自梵文 译为头盖骨 相传曾是一名古印度大师的名字 嘎巴拉期而相继死去 他也为此极度悲伤 后经纳波杰巴大师灌顶点画 教他用死去孩子的骨为六世 妻子的头骨为波 顾得圆满境界 嘎巴拉以此修持 最终证悟得道 嘎巴拉并非是任何人的头骨都能够制作的 他必须是修行到达一定境界的高僧 或是有悟性的居士 自愿献上自己的头骨 之后呢 由所在寺庙或其弟子进行制作 嘎巴拉的法器 除了大家了解的念珠 还有用于灌顶的嘎巴拉碗等法器了 在造密中 由人体部位制作的法器 也不仅是嘎巴拉 朱哲晴的歌曲 阿解谷就诉说了一个传说故事 阿解谷的故事讲的是 妹妹去寻找不见的姐姐 途中遇到了一位老人 告诉她六字真言 她继续寻找的时候 从天边传来了鼓声 她也明白了姐姐究竟去了哪里 所谓的阿解谷啊 就是由少女的皮做成的谷了 所谓阿解谷即人皮谷 由人皮和头骨进行制作 头骨自太阳穴以上水平歌曲 还有另一种法器 由人腿骨制作的法号 这些法器多用成年男子或是年轻少女的骨头进行制作 当然了 藏密的法器也并不是全部由人骨制作的 其他瘦骨也是重要的材料 除了这些骨制法器啊 我们所熟知的艺术品唐卡 也有着显为人知的一面 在藏密中 认为人类是世界最有灵性的生物 因此他们认为 用人皮制作唐卡 有助于修行 人皮唐卡也是常见的法器 除了祭祀 也用于装饰 根据介绍啊 这是一名16岁少女 为了前世赎罪 祈求来世幸福而自愿献身后 用她背部的皮肤所做成的唐卡 围绕着人皮的来源 究竟是死前还是死后 有着一些争议 有的人认为呢 这是为宗教信仰献身的产物 有的人认为 这是杀死敌对势力后制作的东西 有的人则认为啊 这是古代剥削者 对农奴的残忍虐杀 由人体打造的法器啊 在人们看来 总是会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他们静静地在那里 为我们诉说着 曾经那段特殊 而又神秘的历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